为什么美国很多州首府议会大厦的建筑风格都很类似 它们的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在美国旅行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你关心想了解的话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先后好好聊一聊 Let's go 昨天第一天从芝加哥出发 抵达爱荷华州立洞穴公园游玩 今天第二天 我将分别经过爱荷华州首府德梅因 内布拉斯加首府林肯 近距离去参观一下这两个州的首府议会大厦 第三天抵达丹佛 洛基山脉脚下 昨晚住在了一个公园的露营地 因为今天还有400米的路要走 所以我选择车内露营 可以节省一些搭帐篷的时间和精力 早上简单收拾一下就可以出发了 第二天行程第一站 爱荷华州的首府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州议会大厦吧 爱荷华州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业基地 路上就会经过大片的玉米地 一个半小时以后 便抵达了州议会大厦所在的城市 首府德梅因 首府迪莫 拥有21万人口 也是爱荷华州最大的城市 坐落于中轴线上的州议会大厦 就是这里历史与政治的文化交汇点 议会大厦建于19世纪末 是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典范 中央23克拉镀金表面的高耸圆顶 外部的立面设计 以及不同的雕塑和纪念 让这大厦仿佛是一座桥梁 连接着古代智慧与现代文明 现在让我们走进里面看看是什么样的吧 走进筑梁大厅 文艺复兴风格的内部设计 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庄重的感觉 最精致的就有数着84米高的圆顶 多彩的壁画也描绘了爱荷华州的重要人物场景 呈现了一个个生动的历史画卷 顺着楼梯走 你会看到这里的参议院 众议院 最高法院法庭 和总检察长 审计财务 国务卿 及州长办公室 而现任州长金雷诺兹 是第一位当选该州最高职位的女性 她也曾代表爱荷华州 在2012年时访问过中国 在结束游览前 我也挺好奇 他们的卫生间是什么样的 嗯 也是有点复古的感觉 我刚刚在那几个卡车上面买了一个 Burger 尝一下爱荷华州 州政府议会旁边的 汉堡包是什么味道吧 当地的汉堡包 只要这一个汉堡包 就花了10块钱 看过我火车视频的那些朋友 应该会都在吐槽我 为什么要用刀叉吃汉堡 因为我真的不想用手抓 真的感觉有点脏 但是呢 感觉这个不拿手抓 好像真的还是抓不起来 味道倒是无缝啊 吃完了 准备出发 内布拉斯加 其实最大的城市是奥马哈 但是 它的首府却在林肯 它的首府的人口只有28万 不过给我的印象 却是非常干净整净 作为过去 曾是美国大荒野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 内布拉斯加89%的城市 其人口还不到3000人 但目前却是农业领先的州之一 所以站在议会大厦最顶端的 是一个播种者的形象 这里是主要行政和司法办公室的所在地 那它这灯塔造型的议会大厦 又为什么和其他州的原顶建筑不同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建成于较晚的20世纪30年代 它在建筑设计上融合了哥特式复兴和现代主义等多种元素 120米的楼高 让它成为了美国第二高的州议会大厦 那这里问一下朋友们 猜一猜第一高的议会大厦是在哪个州呢 外墙的浮雕野牛代表了这里土著的平原印第安人 主门顶部有名文写道 智慧、正义、力量和仁慈 法律的永恒守护者 两侧配有代表这四个词意的人物形象 走进内部映入眼帘的是拱形彩色瓷砖天花板 大理石马赛克地板和各式寓言壁画 描绘了内部拉斯加州的原住民和拓风者的历史 与文化的发展历程 讲述了一些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你还可以坐电梯到14层 在四面的观景台俯瞰林肯城市全貌 就是尼巴拉斯卡林肯首府的全城风光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叫林肯吗 其实这座城市原名叫兰开斯特 在1876年内部拉斯加成为联邦的一部分后 也是为了纪念当时被害已故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改名的 所以在看了一些州的议会大厦后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虽然建筑风格不同 但是都会统一给人庄重的氛围 那回答视频最开始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都有一个相似的圆顶造型呢 因为自18世纪开始 作为政府形象圆顶造型 慢慢变成了民主政治权利的象征 那今天的行程较满 林肯就先简单游览到这儿吧 今天从上午10点钟开到晚上9点钟 一整天都在赶路 从日出赶到日落 那到这里呢 就是第二天的全部形成了 今天晚上呢 是在一个加油站服务区过夜 找了一家平价还不错的高速休息区 带加油站 餐厅 便利店 洗衣房 及洗澡间 他们其中有一个优惠是 对于加油很多的卡车时机可以免费洗澡 不过一般小车加油不超过20加轮的话 普通洗澡是15美元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刚准备要付钱 结果他就给我一个免费的洗澡名额 所以我这次就没花钱 看上去也蛮干净的哦 今天呢 开了400麦的路程 大概开了6个半小时吧 超级累 这也是我开车最长的一次了 也许以后还会更长 但是今天也是顺利完成挑战 我们明天见 关灯 睡觉 所以在美国旅行到底安不安全呢 其实看以往大家的评论就知道 争议最大的就是安全问题 我也想借此表达一下我的个人观点 首先呢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 没有哪里是绝对的安全 或是绝对的危险 人们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 我们不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 总是充满担忧 再加上看到的一些负面信息的渲认 所以就能理解那些建盆侠 辣眼睛的评论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会对自己接收到的信息 有个理性的判断 更不会轻易地下短浅的结论 我现在准备去这个加油站 里面的餐厅去吃个早餐 那对于真的想要旅行的朋友们呢 如果需要一些具体的建议 提高旅行安全细事的话 我个人想法有以下三点 仅供大家参考 一 区域 具体哪里危险 其实主要取悦于那些危险人物在哪 普遍来说 他们大部分主要集中于市中心 或是环境较差的社区 他们也一般不会出去旅行 所以那些游客去的国家公园等区域 就会相对来讲安全很多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会在哪里出现 所以出门在外 除了时刻保持对环境的警惕外 更重要的是 财不外露张扬 行事谦逊低调 二 准备 我觉得就是不要盲目的害怕 也不要盲目的自大 多做准备 总是有帮助的 通过多渠道了解当地的情况 也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评价 或者是调查 还有就是重要的物品随身带 我想大家都了解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三 心态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好 但也没有那么坏 一份善意可能来自于陌生人 一个伤害 也可能来自于你的亲朋好友 出门不一定危险 在家也不一定安全 没必要起人忧天 最大的安全感 其实来自于你的内心 今天呢 又是开车的一天 今天要行驶的公里数是 370m 大概行驶要在六七个小时之间吧 今天没有什么景点 就是一路开车 我们现在去休息服务区 调整休息一下 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的车停在这 然后逢车赶上世界都可以在这休息 算算步 休息一下腿脚 然后呢 就准备继续出发了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 克拉多州 开始有一些小山丘出现了 我觉得每一个州 刚刚跨过边际的时候 有一个标语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刚才跨过这个克罗拉多州的时候 上面写的 Welcome to Colorful Welcome Color Welcome to Colorful Colorado 感觉这两个货车时期 应该在聊天 开心 嗨 你好吗 嗨我也很好 好 我先走了 这两个人还没聊完呢 好像有很多话要聊的样子 我倒是不着急 我看这个黑车好人还挺着急的 进入克罗拉多州以后呢 就又慢了一个小时了 路上看到好多房车哦 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也开着 属于自己的房车 出去旅行 哇前面已经能看到 洛基山脉了耶 好兴奋 开了一整天 终于开到了洛基山脉脚下了 就还没到洛基山 国家公园景区里面呢 就是洛基山脉的鱼脉 都已经这么好看了 这么震撼了 看了三天 从芝加哥终于开到了洛基山了 太不容易了 今天我们就直接入住洛基山 国家公园里面的度饮地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现在进这个洛基山国家公园 除了门票以外呢 还要有预定 因为我今天来的晚 他们已经下班了 所以呢 我就先去我的露营地点 然后明天再过来 登记入住吧 原来在花椒野外 一碗泡面 就可以让人非常满足 明天正式开始 我的洛基山国家公园里面的 徒步旅行 你期待吗 那我们明天见 哦 对了 别忘帮我点个赞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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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